是 后来我在网上查了 说他有狼人血统 你都知道是狼人了 为什么不跑啊 我爱他呀 我已经做了结痂手术了 我想了 只要我们不生出小狼人 他就不会被别人发现的 大清楚 因为爱情 后来我就每天 买一块新鲜的肉 放在冰箱里 为什么不煮熟 熟 你见过狼吃熟肉吗 那 他有没有一些身理异常 注意力不集中 或者减肥什么的 阿雪一直在减肥 你家里的吃的 他都给扔了 那就对了 孟世震喜欢一切 高热量的食物 冰淇淋 巧合力酱等等 那是因为减肥期间 他没有东西可以吃 所以只能吃生肉 那 那这么说 阿雪他不是狼人 孟世震于一九九一年 正式被确认疾病 全球约有百分之零点五 到一点五的人 患有这种病 数据不准确啊 应该是百万分之一 孟世震目前没有 更有效的治疗方式 建议去看心理蛮诚 进 兵哥 正哥 普通点篇穿过来了 看见了吗 就这么大 我都说了 过两天就能排出来 问题不大 你 我 我 我 你被人送下了 你被人送下了 快儿 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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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猪子 我 我 我 您好 这里是一二零急救中心 需要什么帮助 我们是韩城钢内长 有工友从楼梯上掉下来受了重伤 还有好多工友在后突 都会灭好几个了 需要大量的救护车 大量的救护车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知道了 不好意思 我有急事 下次再约 集体中毒 大概有什么事换的 距离数据不响 防守估计二三十人 云哥 这还是我第一次 遇见群体事件 别说我还有点小紧张 知道基本的意义是什么吗 把死神抢人 原名工人最后生坠落 十分钟之内就会设备的 召集哥哥主任 过来这里现场办公 把能找的护工全部找来 五分钟后回来集合 好 意外是这个世界上 人类最不可抵抗的东西 但是起码 人类有机诊不可 群体性驿震 多发艺学校工厂 这些纪律延明 环境压力大的地方 阿根镇照看过吗 看过 有很多人跟着阿根一起跑步 你不觉得奇怪吗 但人家那是文艺表达 我不这么认为 某些时候强大的心理暗示 和某些因素的影响 会出现一些诡异的情况 比如说 一部动画片 你也看动画片 动画片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十八点三十分 大量观众正在收看 当时的热播动画片 那部动画片的第三十八集 电脑战是三地龙 他不但记得叫什么名字 和第几集 还居然知道 七月九号七点几分播的试试 大约在十八点五十分的时候 屏幕上出现了大量高料 闪烁的特效画面 随后便陆续有孩子出现症状 从呼吸急促 恶心到症状 到出现幻觉等 半个小时之内 就有超过六百名青少年 被送往医院就职 当时这些孩子 被诊断为光明感性癫痫症 并应就是动画中的光影效果 没错 这是一种叫做 啪克啪克的动画制作说法 简单来说 就是让不同颜色的光线 重复交替出现 制造清洁性能感 像这样 虽然还是无法解释 第一批孩子是如何被影响的 毕竟大家都是在家独自观影 但是目前的研究人 倾向于认为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 群体性异症 我 听你们在这儿高谈过论的 我感觉我七年一刻都白念了 月姐 你能听懂吗 不是 所以 你认为这次病人家属们的 恶心呕吐 不是什么不知名的细菌感染 而就是一种群体系异症 对 喂 潘老 好 我们已经在座准备了 好 知道了 市领导已经请了 指导组的专家们赶来 然后几家医院一起研究 到底出于什么病因 指导组的领导 让我们医院去现场 取些样本回来 方便检验 安云 把所有偶突患者 转移到急诊大厅 封闭管理 好 在没有找到病因之前 我们尽量控制住局面 等指导组的专家们赶来 急诊科的人要辛苦点了 二十四小时职守 所有人不得随意出入 是 苏云 你跟潮雅去到患者家里 去盖探他们的食物 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那接着区里边交给你了 快去快回 月儿 走 喂 安云 我听潘老说 群体时间表演出门 正在查找原因呢 别忘了我替号 我回来附诊了 我记得了 那么五天后见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 别动 苏云长 你现在千万别动 准备平车 孙假救士 抢救 嗯 孙假救士干什么 我怀疑你突发性格 好